拔出充電槍插入充電座,接著再點開手機app掃碼,電量資訊立刻跳出。 這裡是國道湖口服務區最新設置的快充充電站。 電動車從0到80%平均只要充電20分鐘,比起慢充要達到同樣的電量,得花6到7個小時。 這樣的電流簡直可用光速來形容。 一般人駕駛電動車最擔心的就是沒電的時候要去哪裡充電,尤其是跑長途活道如果沒電的話更不是鬧子玩。 那現在高工局打算在全台北中南各大休息站都設置像這樣的快充充電站,讓電動車車主暢行不間斷。 配合政府大力推廣,國內電動汽車數量增加,高工局目前在湖口、清水、東山以及西羅服務區都設置這樣的快充充電站,並且將在2025年底, 完成15處國道服務區的快充站建置。 我想國道高速公路在國內的交通動線上,它是屬於一個動脈型的一個交通骨幹。 我們覺得高速公路在服務區休息站,有必要先把這個基礎的充電設施給建置起來。 2025年以前,大概建置至少130個充電停車位。 目前服務區快充,一度電9.8元。採用與慢充同樣的費率,希望推廣駕駛多多使用。充保電大概需要60度,約600塊左右,比汽油車更加便宜。 比起慢充平均5000瓦,快充動輒100千瓦起跳。當然整台機組尺寸,也明顯大出不少。 背後電力設備的建置,更需要複雜的技術與協調,還得投入龐大資金。 但看準電動車未來商機無限,廠商仍然積極布局。 預計今年到今年年底,我們整個包含扣掉高工局。 我們在市區會建置大概40支,100k瓦以上的快充。 對,那我們未來平均每一個月,我們大概都是用三到五支的一個建置的一個量體,來做我們長期的一個規劃。 現在每一年的這個電動車的一個成長,其實是大概都是百分之七八十趴在成長。 越早進來布局,那實際上我們期待也是後面的一個經營的一個效益。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估計,2040年全球電動車銷量,將達到五億臺,應該配套的充電樁,至少需要2.9億座。 也就是每賣兩臺電動車,就需要一座充電樁。 但去年歐盟電動車與充電樁比例,為8.5比1,美國為16.4比1,台灣則接近5比1。 世界各國都還有極大的擴充空間,如何讓電樁更多,充電更快,是現在各大廠商的首要任務。 以台灣電動汽車試占率最高的特斯拉為例,它相關的周邊設備就設置得最為完善。 這樣是他們現在這個新款的超級充電樁,目標就是希望可以在五分鐘內快速充滿最高120公里的電力,讓車主可以馬上上路。 特斯拉的超級充電樁,目前全台有46站260支電槍,未來目標擴增到60站超過300支的快充電槍。 而慢充電樁,只要加戶申請通過就能安裝,數量只會更多。 現在各大品牌紛紛搶佔電動車市場,但充電設備的價格卻是一大問題。 現在電動車的市場芳欣為愛像是豐田汽車就推出2022年它首款的全電動車。 但是買一台車不難,建置它的充電設備卻非常的昂貴。 像是直流電的快充站、場地以及電源線的建置,這小小一塊地方加起來就要超過新台幣300萬元。 由於快充電樁極度耗電,最重要的就是得跟台電協商,評估電纜管線、機組設置,以及修改電力回路。 因此現在市面上各大廠牌,基本上都還是選在自家土地,並且也要綁定APP,限定會員使用。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都是在我們自己的營業據點,或者是我們的服務場的據點,來設置這個充電的服務。 我們要找到那個空間或者是土地是比較容易的。 第二個,那個地方也是我們車主很熟悉的一些地方。 目前來講的話,還都是各車廠在做自己的一個車主的一個服務為主。 但是以後會慢慢的普遍,因為包括規格的這個統整。 所以我這個A廠牌的車子,我可以到B廠牌的去充,那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除了建置成本高昂,快充的規格也相當混亂。以慢充為例,各廠牌車輛都能通用。 但快充卻分為北美、歐洲、日本以及中國大陸等四大類規格。 不僅彼此不能通用,若特殊廠牌,還會有專屬插座。 政府機關也提任到了,如果說假設這麼多的規格充斥在市場上的話, 基本上是會阻礙台灣在能源補給這個設備上面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目前台灣已經慢慢將這個規格做有效的收斂。 那台灣未來會以C7S1,也就是美規的這樣子的一個直流充電規格為主流。 現在充電裝數量有限,再加上規格繁多,車主可能面臨充電難題,因此電動停車格周轉就相當重要。 像是預能電源開發的APP,就會在充飽電時自動推波提醒,並且給車主兩小時的緩衝時間。 若沒來取車,系統會再次計時收費,藉此促進車位循環, 並且也在開發新式充電裝,配有至少三種規格的電槍,讓不同品牌車輛都能使用。 畢竟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電動汽車絕對是未來趨勢。 因為現在政府還在獎勵。 第一個,它的牌照稅,燃料稅是全年全免的,完全不用付費的,它完全是吃電的。 電力來講,它一定會比油便宜的當勁,大概三個厘米。 傳統油車有太多的零部件加起來,但是電動車相較下就比較簡單。 就是主要就是馬達跟電池。 對,然後也因為電動車的特性比較不一樣,它在加速方面會比油車還要來得敏捷非常多。 電動車在同級別汽油車的性能與價格都有巨大優勢,但續航力以及充電的方便性,卻是它的最大致命傷。 第一個,你家裡面要充,你可能要住透天才有辦法。 那現在新大樓有,新大樓已經有了,但是舊式的大樓,大概五年前以前買的大樓,那邊沒有辦法可以充電。 而且管委會有很年,它不知道你們去拉什麼變性。 這是唯一的讓人家裹足不前的。 如果續航力跟充電建置很完善的話,這個車是所向無敵。 電動車款百花齊放,但充電裝不夠,趕不上使用需求。 充電科技的發展,勢必成為各大廠商積極投入的全新藍海。 TVBS新聞何佳陽顧上軍,台北報導。